本次山体滑坡灾害 隶属中国水利水电20局的有6人 另有14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国务院工作组已于今天上午到达现场 展开救援抢险指导工作 目前通往灾区的道路仍在紧急的抢修中 接下来三明市的天气仍将是以多余为主 为救援工作增加了不利因素 目前救援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而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伤者 他们的情况我们也非常关注 我们来听一段记者黄山君 稍早前从医院发回的报道 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是在泰宁县医院的中原部 那么这里一共是收治的14位 受这次泥石流滑坡影响的这个工友 那么目前他们一共是住在 分别住在六个病房里面 然后病情相对比较稳定 然后其中有三人是 三是稍微比较严重一些 像其中一个是大腿骨折 一个是双侧肋骨折 还有一个是背部的一个大面积挤压 然后导致这个内循环系统出现一些不稳 那么经过昨天晚上那个审视 各级医院这个医生专家的一个诊断 还有一个及时治疗 目前他们这三人的疫情都已经比较平稳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目前是前方 就是事故现场一共有超过16辆的救护车 还有将近60名的医护人员 然后在这边待命 然后主要都是来自于三明市 市级的医院 还有泰宁县本地 以及周边县市的医院 然后医院这边也介绍说目前医院是储备了 16万毫升的这个血液血浆 准备用来 一旦发现这个新的三元 就可以进行一个急救使用 然后我目前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主持人 我们来看台湾方面的消息 据团媒体报道 即将接任台湾新当局行政机构 发言人的同证员 8号晚间召开记者会表示 新当局将不会缺席世界卫生大会 并指派新任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 林纽颜参加 通证员声称 这不代表新当局承认WHO 在邀请韩中所加注的一中原则立场 世界卫生大会23号登场 即将上任的蔡英文当局 8号确定派员出席 我们不会缺席本次世界卫生大会 将指派存卫福部部长林纽颜率团参加 在闭门开会整整想了两天之后 民进党确定要参加23号在日内瓦局办的世界卫生大会 有关WHO秘书处来含中 以2758号决议文为基础的一中原则 和台湾参与WHA 我们认为并无关联 参与并不代表 接受WHO秘书处上述立场 通证员声称 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不能以政治框架加以限缩 台湾媒体报道称 其实民进党再三杀盘推演各种可能 就是因为一旦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就得正面面对一中原则 如果去了 不论是会前透过媒体表达不满 或者是利用五分钟发言时间 陈述立场的抗议手段 学者都不赞成 你要在抗议中 你马上会告诉全世界阿扁时代回来了 那也就是两岸开始产生强烈的对抗 美国要求要进口瘦肉精的猪 那你敢反对吗 日本如果说 他说我要修改台日渔月协议 我要把我以前给你的 我要再线索你的渔民的捕鱼权 你敢反对吗 台湾媒体认为 到境外喊不满 杠上的不只是大陆 还有国际观感 除了别想再拿到邀请函之外 后续效应恐怕难以估计 在冲真鸟礁事件上 马英九要求积极护鱼 但民进党明代却批评马英九 派军舰护鱼太暴冲 呼吁马英九停止这些幼稚的行动 对于民进党明代这些说法 马英九笑而不回 不过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 派政员对此强力回击 520卸任前 马英九替学校新大楼接牌 脸上满是笑容 但冲真鸟礁事件 马当局下令积极护鱼 民进党却这样大力炮轰 马英九微笑不回应 但民进党明代的批评却很激烈 你软弱了8年 在最后两个礼拜的时候 突然神涌起来了 碰到谁都要比拳头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反应 这暴冲的反应 其实是对台湾的国际关系 非常不利的 停止这些幼稚的行动好不好 面对民进党明代的炮轰 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 也不甘示弱的回击 蔡英文不是要权力捍卫吗 那蔡英文权力捍卫 是要用双手去捍卫 还是要派军舰去 如果不再派军舰去 叫什么权力捍卫 所以这个民进党立委 应该接受蔡英文的党纪处分 不管民进党明代如何炮轰 马英九护鱼的决心丝毫不减 7号晚上 马英九席开十桌 邀请了8年内 曾任台行政团队的所有部门主管 在参会上 马英九说 屏东琉球级鱼船 东盛级16号 在冲支鸟礁附近攻海捕鱼 人船遭日本公务船扣押 还抢索了170万新台币保证金 日本的作为 让台湾陷入艰难的处境 台湾也应拿出坚定的立场与态度 马英九说 即使处在权力交接期 当局该做的事 基于台湾的最大利益 都应该全力以赴 立场坚定而明确 此外 马英九也不忘戏数8年政绩 他说 虽然外界批评多 但在他任内 联岸及外事关系 却是最稳定的 好的相关话题 我们来听听昨天晚间 台北演播室 带来的深度分析 我们看到根据台湾海巡部门护渔船队 从前方发挥的图片来看 目前日本的公物船跟台湾的护渔船 是都在目的海域 保持所谓的克制 没有发生正面的冲突 张教授怎么看待这样所谓的克制 我想第一个克制 它是存在的一个事实 但是我们要来看说 冲之鸟礁 它其实外面 它并没有所谓经济海域区 这么样一个权利 所以换言之12海里以外的话 其实全都是公海 那在公海的话 其实军舰在公海上的行驶 其实完全符合国际法 所以我想第一个 台湾方面派出船舰去公海去巡弋 也就表示说这个地方 并不是日本的领海 也不是日本的经济海域 所以说这个态度 已经非常明确的表达了 那第二个 我觉得任何一方 当然都必须要相互的克制对方 因为毕竟现在还没有到冲突的时间 也没有冲突必须发生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觉得观察这件事情 并不是在于 大家是不是相互的克制 而是在于说台湾的船舰 或者将来的韩国 或者深国大陆船舰 是不是也是自由的出入在这个地方 或者保护他们的渔民进行捕鱼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另外我前几天也听说 其实自从发生日本扣船事件之后 前往冲之鸟礁捕鱼的渔船 已经是大大减少了 尤其是台湾的渔船 目前在这个海域的台湾渔船 只有几艘 未来会不会增加 很多渔民说非常的不确定 杨教授这又反映出台湾的渔民 对于台当局护鱼力度 有什么样的疑虑在里面吗 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渔民对这次护鱼 有一点没信心 认为说你会撑多久 是不是只撑一个月就结束 所以我觉得除了在派出军舰 或者是巡护的海巡舰 去做护鱼的动作之外 也要做一些实际的这个动作 来让民众对这个政府的 这种护鱼的这种决心 有一点信心 那我们晓得台湾呢 现在在海岸巡航上面 一个最大的弱点 就是我们这些巡护舰 盾位都太低 那像这个 这次派去的这个巡护9号 它的盾位只有1000吨左右 那日本派来的这个 日本的海岸巡航队 盾位就有差不多2000吨左右 所以我们一看这个 两边的这个盾位 相差一倍以上 我们在紧急又派宜兰舰去 所以可见的我们在这个海岸巡航 或者是护鱼的这个装备 或者是船只的这种补给上面 显然是有不足的这个地方 如果要让民众 或者是让渔民觉得放心 那它应该去多做几艘 比如像3000吨 甚至5000吨 6000吨的这样一种护鱼舰 有人认为说 船大也不一定有用 可是船大在这样一个 1000多公里的航程上面 可以不必补给 那油料也可以在海上 跟日方的这些船舰 来做一定时间的这种对峙 那这实际上对于 这个展现这种决心 是有效果 也可以对民众产生一些信心 好 谢谢两位教授的分析点评 据团媒体报道 台湾行政机构计划于本周四 由负责人张善政带领总辞 并拍变照 随之进入看守行政团队时期 不再核定任何重大政策 张善政周四最后一次行政机构会议 只安排一项议程 就是行政团队总辞案议程 张善政将率各部门负责人 副负责人在总辞案上盖章 总计70多人的总辞案 将成请马英九批准 随后进入看守期间 等待520将行政权交给民进党 张善政今年2月1号上任 5月20号即将卸任 任期三个月又20天 是国民党转移到台湾后 最短命的行政机构负责人 但张善政积极勇于认识作为 不应认期短而消极不作为 且非典型形式风格 获得政坛及民众极高评价 据团媒体报道 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日前表示 将参加蔡英文520就职典礼 给予祝福 洪秀柱此举是16年来 出席对手政党就职典礼的第一人 而蔡英文方面也是抓紧布局人士 外传蔡英文的首任市卫长人选 内定由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 刘志斌绍将担任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520即将宣誓就职 邀请其他政党领袖出席官礼 洪秀柱6号下午受访时 爽快表明会出席 愿意给予祝福 洪秀柱认为 虽然国民党在这次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中失利 但还是要参加典礼 而且要予以祝福 希望新当局上任后 台湾未来会更好 蔡英文方面也抓紧人士布局 8号台外事部门发言人罗绍合表示 蔡英文的首任市委长人选 按程序由台陆海空军司令部 审慎检讨舰报 并经临选后 内定由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 刘志斌担任 刘志斌预定自10号起 随行赎人相关勤务 以利后续各项工作的推动 此外 台行政机构准负责人林全 在第五次新行政团队政策沟通会议上 确定了台新当局 八位所谓政务委员 日后督导各部会的业务分工 未来最棘手的台陆委会 台防务部门和台外事部门 都由蔡英文的表姐 政务委员林美朱主管 随着台新行政团队的逐渐成型 蔡英文的就职典礼也即将到来 相关细节虽然陆续曝光 但是民进党还是玩了一把神秘 关于谁能坐在主管理台 蔡英文的着装 以及各方高度瞩目的 蔡英文就职演说的内容 都非要到520前夕 甚至是520当天才会揭晓 蔡英文该不该 会不会在就职演说中 提及九二共识 其幕僚直言 以蔡英文的个性 肯定不到最后一刻 不会定稿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台湾慈祭基金会在台北举办 孝亲感恩祈福会 万人祈福也感念亲恩 祝福天下的妈妈 母亲节快乐 满头白发的老爷爷双膝跪地 给自己的妈妈献上一杯茶 刀插筷子还用不熟练的小朋友 正在学习怎么为自己的妈妈吃一口长寿面线 还有含着奶嘴的小宝宝 也来到现场感受这份浓浓亲情 平时藏在心里的 妈妈我爱你这句话 在这里也可以尽情地表达释放 子女的孝心 换来妈妈一个情不自禁的拥抱 更有妈妈幸福到偷偷抹眼泪 那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感恩的日子 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感恩之心 表达出来 对我们的父母亲 催泪的亲情 也拉开了活动正式开始的序幕 上万人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和台北市政府 通过视频连线同步举办祈福会 马英九和台北市长柯文哲 则在两个会场同步领读祈福文 万人祈福 感念父母亲恩 也祈求风调雨顺 天下无灾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 开设公众号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评论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感舰栏目 官邦微信公众号 同时也要感谢月花不锈钢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8号 埃及首都开罗南部赫勒万的一辆警车 遭到袭击 八名警察身亡 目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埃及分支 已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当地媒体报道 8号早些时候 四名持枪歹徒 袭击了开罗南部赫勒万的一辆警车 车上八名警察遭枪击身亡 埃及内政部说 死者包括一名中尉和七名警员 他们当时正在开罗南部执行巡逻任务 2013年以来 极端分子以西奈半岛为主要基地 频繁发动针对军警的袭击 迄今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亡 我们再来关注加拿大灵火的消息 到当地时间8号为止 加拿大埃伯塔省发生的山林大火仍没有减弱的迹象 火灾已造成受灾中心区迈克莫里堡镇8.8万民众被迫撤离 该镇大部分地区已被稍微灰烬 当地有关部门正在追踪撤离人员的行踪 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临时安置场所 目前该地区的天然气供应已经暂停 电网设施已遭损坏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条 据阿富汗媒体报道 阿富汗东部加茲尼省当地时间8号 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 已造成50多人死亡 加茲尼省警方负责人阿米努拉·阿玛尔赫勒说 当地时间8号清晨 两辆长途大巴和一辆油罐车 在首都喀布尔治坎大哈高速路的 加茲尼省路段相撞 三辆车起火 加茲尼省省长发言人说 两辆大巴上共载有120多名乘客 事故造成52人死亡 73人受伤 加茲尼省警方表示 由于多名伤员伤势较重 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 由于路况车况较差 以及司机不当驾驶超载等原因 阿富汗每年都有大量人员 死于各类交通事故 朝鲜中央电视台 当地时间5月8号下午 播放了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金正恩 在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所做的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录像 朝鲜中央电视台8号下午预告 将进行重大特别报道 这个报道随后证实 即金正恩所做的报告全程录像 录像显示 该报告在位于平壤市的425文化会馆内进行 金正恩的报告共分为五个部分 包括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的伟大胜利 为了完成社会主义事业 为了祖国的自主统一 为了世界的自主化 为了党的强化发展 金正恩在报告中指出 朝鲜要建设经济强国 政治思想强国 军事强国 科技强国 文明强国 为此朝鲜必须实现全社会 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 要加快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步伐 切实执行2016到2020年 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 不断增强党的领导作用等 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 当地时间5月8号宣布 他已向总督彼得科斯格罗夫提出 解散议会重参两院 于7月2号举行联邦议会选举投票 获得总督首肯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 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了这一决定 这表明长达八周的竞选活动 就此展开 预计就业 经济增长 税收等政策 将成为竞选期间 各党派重点辩论的议题 现在我返回来 从许多元宣布尔 宣布尔 有分明明天而言, 您将会有一个共读的党政公司 ,在这个选拟, 为其他肯定的选择 持续契效果, 保持战期间的重新作业 引起菜为成长的投资 特恩波尔在发布会上再次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并表示要抓住亚洲 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利用澳大利亚与中日韩达成的自贸协定 进一步发展经济促进就业 同一天 工党领袖比尔肖腾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执政联盟进行反击 承诺将对学校医院拨款保障工人权益 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所行动 肖腾还表示 工党将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 持续关注澳大利亚的社会公平 澳大利亚执政联盟 目前虽然在众议院拥有压倒性优势 但在参议院并不占多数 因此在政策实施上颇多撤走 今年4月18号 执政联盟提出的重建澳大利亚建筑与建设委员会法案 再次遭到参议院否决 特恩布尔决定解散两院 改选全部150个众议院席位和76个参议院席位 这是澳大利亚自1987年以来 第一次举行两院全部席位的改选 法国巴黎市政府日前决定 从当地时间8号开始 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 巴黎香吉利舌大道将改为步行区 想躲避车辆在凯旋门远处流影的游客 现在可以尽情享受无车的悠闲自在了 据报道这条步行街从协和广场一直通向乔治武士大街 骑自行车不再静止之列 5月8号是法国的二战停战日 法国于这一天在凯旋门下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活动结束之后 大道开放给公众 此外 香吉利舌大道变成步行街是市政的一大考量 这是继无车日活动之后 绿化巴黎的又一项措施 埃及法老阿肯纳顿的王后 纳弗弟弟传说不但拥有令人惊艳的爵士美貌 也是古埃及历史中最有权力与地位的女性 不过这位神秘王后葬身何处一直是个谜 近年来 埃及考古学家推测 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墓穴中的密室 很可能就安葬着纳弗弟弟 为了证实这一猜测 考古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扫描勘测 并在近日召集了全世界的考古界精英 共同对勘测结果展开科学的讨论 考古界精英们于8号齐聚埃及卢克所 就扫描探测的结果进行探讨 按照计划 如果考古界百分之百确认 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墓穴的墙后藏有密室 那么他们将在浮雕后面钻孔 以便进行下一步的考古研究 不过尽管已经展开了多次的扫描探测 在这次会议的讨论中 各方对于墓穴墙后是否藏有密室 仍然意见不一 有来自埃及的专家认为 所谓的密室并不存在 而英国考古学家李夫斯 则是坚持捍卫自己的理论 认为墓穴墙后确实存在着密室 据了解 图坦卡蒙的父亲是阿肯纳顿法老 而纳夫弟弟是阿肯纳顿的王后 在公元前14世纪的古埃及 纳夫弟弟曾在政治宗教领域 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他的木乃伊下落 几千年来一直无人知晓 如果这一谜底揭开 无疑将成为本世纪 埃及考古最大的发现之一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 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官邦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何时小丽带您继续看新闻 爱吃海鲜的老桃 台湾不少人喜欢锁定个头肥大的泰国虾 不过台北市议员林瑞图 日前在台北市议会质询时 惊爆泰国越南进口的虾子 都有添加果胶 果胶透明无味吃不出来 是商人天精良的伎俩 法令规定水产类禁止使用 但是目前却没有特别的抽烟 海产市场上肥美鲜嫩的虾子 比个头比滋味 台北市光是去年 各类虾液交易量 至少就有22万7700多公斤 但是台北市议员惊爆 民众吃下肚的虾子 有可能有违法添加物 谁啊 虾子是在吗 对对对 从泰国越南进口都注射果胶 那这种东西还让它进来吗 台北市卫生局强调 明胶虽然没有毒性 但是累积大量对内脏也会造成负担 只是目前台北市卫生局 对水产品抽减 主要以重金属和化学药剂为主 明胶果胶都不在检验范围之内 只能靠业者拿出良心 注射进虾子里的就是这种明胶 也就是果胶加水搅拌煮到沸腾 变成液体状放进注射桶里注射 挑选虾子的头部腮部注射 来增加整体重量 像虾本身有这种 这种占青色 它有点暗红色的效果 在沿路的话 基本上是看不太出来的 我们实际拿来 一只有注射明胶后的虾子 还有一只是正常的虾子 拿来烹煮看看结果会有什么落差 大火煮熟把两只虾子分别称重 一般虾子大约是20克 注射明胶的约为23到25克 多了5克的重量 从外观来看 没有明显的差别 那么请人来试吃看看 民众一吃就能吃得出 两者的差别 以一般市场价 一只虾20克13元新台币 100只体型差不多的夹子 约1225元新台币 如果注射明胶的100只 约2500克 以称经脉 因为重量较重 能够多卖300元新台币 但是明胶吃下肚 对身体是否有影响呢 这个之后 也不会有什么健康上的风险 就用在新鲜时代 大家会有受骗的感觉 医生指出 明胶从动物骨头提炼当中 放进加工食品食用 添加布丁或者是软糖 即使对身体无害 但是仍不建议多吃 消费者花钱 别以为买到分量 实际上却是添加物 说起饮食卫生啊 我们都知道 隔夜菜最好是不要吃 但是还是有不少的民众 习惯把吃剩的菜 放到下一层继续食用 但是台湾营养保健专家说了 有些略蔬菜啊 硝酸盐含量高 如果没有妥善的冷藏 经过细菌的作用后 会转化成致癌的亚硝酸盐 大麻菜剥一剥 最适合下锅炖煮 绿叶蔬菜在各个家庭的餐桌上 总是少不了的配角 但吃不完的时候怎么办 都煮多一点 那冰起来晚餐再吃 瀑瀑妈妈看法不一 有人习惯下餐再吃 但也有的拒绝吃隔夜菜 因为会产生有害物质 亚硝酸 真的吗 这个甜甜在左边 到超市买来 五种蔬菜 都是已经放置两三天以上 请保健营养专家针对硝酸盐 亚硝酸盐做市值检测 要经过细菌作用后 才会变成对人体有害的亚硝酸盐 所以记者再把菠菜打成汁 室温放置